你在接啊 球呢给到福德森 应该是福德森自己来看了突破进去的抛投 这球没有抛中 何琴琳拿下篮板 还剩下最后一次出手的时间 这球投进了 超软的三分球 要上卢一文和沈子杰 这样呢 难道又要让沈子杰打空接的配合吗 看看就是要打空接 又还真接近了 又是边线发球的空接球战术配合 这一球上沈子杰的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跟顾全打空接配合的搭档 俩人的配合也太默契了 在上次绝杀之后 应该是天天都练着玩 来一球一边开脚 打得真是清晰明确 那么这样呢 在三阶比赛结束时 深圳依旧是拿着领先的优势 比赛的最后阶段发挥的相当出色 这球马丁给出来给到沈子杰 沈子杰扛着防守杀进去造成了犯规 哦呦 这个腿的位置是不是抽筋了 这边应该是没办法继续比赛 进手检查 伍玉文 但是呢在经历了众达的生病之后 防守的能力有所下降 来看看这边 福德森球给出去 孟达急停中距离直接出手 哦呦 球在篮锅上 弹了一下弹进网窝 神奇的孟达在第四节比赛 拯救了四川全队 这一次的发球 全场紧逼 球给到马丁 马丁这边呢 哎呦 这球在失误的边缘试探 最后还是直接失误了 剩下7.1秒钟 7.1秒钟的时间 马丁 孟达来发边线球 也有可能发出自己在接啊 球呢给到福德森 应该是福德森自己来看了 突破进去的抛投 这球没有抛中 何其宁拿下篮板 还剩下最后一次出手的时间 哦 这球投进了 超远的三分球 何其宁拿下篮板 直接把球 从自己的三分线内 把球扔进了对方篷阔 这球算进吗 裁判还要看一下录像的回方 来确定一下这次出手是不是超时 篮板拿下来之后比赛并没有结束 何其宁看一下这边 发现了时间还没有结束 赶紧把球抛出 在抛出的一瞬间 哨响灯亮 何其宁拿到篮板的时间 还剩下2.8秒 理论上来讲 只是够一次出手的 晕了一下最后的出手 0.1秒 最后的0.1秒 显示球已经离开了手 这球算进 神奇的深圳队又一次绝杀了对手 何其宁 最后压哨的纵观全场的三分球 拯救了深圳队 而神奇的深圳队 由何其宁最后抓下篮板 超远的三分球命中绝杀比赛 这是深圳在本赛季第二次压哨的绝杀球